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学习我们二二年一见试证的第七讲直播课程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秦正伟 那么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讲到了支撑结构体系这里 昨天晚上我们把那个维护结构讲完了嘛 那么这个维护结构施工好了 然后降水以后你开始开挖嘛 一边开挖一边支撑 开挖支撑交际进行是不是 那么支撑有内支撑有外拉锚的形式 但实际上我们考试如果想考支撑的话 他考的更多的是内支撑 那么内支撑说支撑结构挡土的硬力传递路径 外部的水土测压力 先是作用在维护结构上面 作用在这个维护结构上面 再通过维护结构传递给这个 这叫什么 这叫维零 如果这个呢 顶上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就叫灌粮嘛 是不是啊 然后在传递给里面的这个支撑 这个硬力的传递路径考过好几次选择题 很简单 这个力蹭蹭传递嘛 水度塞加力 先一加在维护结构上面 然后传递给微零 力在传递给支撑 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看这个表 看这个表 这个表画出来重要 这个表里面讲了两种类型的内支撑 它们各自的特点 你看包括了 线胶的钢筋混凝土支撑 就这种了 还有钢结构的支撑 就这种了 这两种支撑 它们各自的特点要能掌握住 实际上它们各自的特点 讲白了就是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大家看 我用蓝色笔标注出来的 这一部分 是它们各自的优点 后面红色笔标注出来的这一部分 是它们各自的缺点 大家要把各自的优缺点给掌握住 考试的时候就喜欢问你 说为什么我们的极吭类支撑 不支撑钢筋混凝土支撑 或者说为什么问你 极吭里面支撑 它采用钢结构的支撑 请你说明 这样布置支撑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某一种支撑的优点 恰好还避开了某一种支撑的缺点 有缺点你要掌握住 其实很容易掌握 我们来看 像这种线胶的钢筋混凝土支撑 这种线胶的钢筋混凝土支撑 有钢筋什么 有钢筋就说明了 它们肯定强度大 有混凝土说明什么 有混凝土肯定说明 它们的钢度大 混凝土它是抗变型 是抗变型的 是不是这样 钢度大 所以说 线胶的钢筋混凝土支撑 它肯定是强度大 钢度大 那就变形小 可靠性强 施工方面 这是它典型的特点 那么这些都是优点 这种线胶的钢筋混凝土支撑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最起码来讲 这个混凝土交注完了以后 它需要养护一定时间 才能形成强度 所以说它是交注和养护时间长 也就是说 在它养护形成强度之前 维护结构是处于无支撑的暴露状态 所以你看看维护结构处于无支撑的暴露状态 时间比较长 那换句话讲 如果是软土地区 比如说周围的水土测压力 对维护结构产生了巨大的水土压力 那有可能还没等到你混凝土 亚护形成强度 维护结构就被挤压变形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软土地区中 如果说对地层控制 变形有较易高的要求 就是说不允许地层游并行的话 那此时就要先对地基进行什么 加固 使它形成自稳能力 减少对维护结构的水土测压力 或者说对坑内图体也先进行加固 使它形成对维护结构的测压抗力 防止维护结构向坑内危机 而且 它以后一旦硬化了以后 强度很大 很坚硬 拆除困难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这种钢筋固定图的支撑 它的缺点 你看就是胶住阳护时间长 然后呢 硬化以后呢 拆除困难 再看看这种钢结构的支撑 它的优缺点也很容易理解 你看它的优点 这个钢管拉过来就能安装 而且呢 不用了就可以马上拆走 拆走以后 它可以回收下次继续使用 是不是 所以它是优点 装拆方便 它可以周转使用 而且呢 这种钢结构支撑 某一端是活落头 可以用千斤顶 对它施加运力 以增大对维护结构的 横向抗力 这样能够有效的控制 维护结构变形吗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我们想象一下 这种钢结构的支撑 比如这种钢管撑 当机坑跨度比较大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好几节钢管 这样对接起来的 那么相邻两节钢管 这个接头部位 节点部位 如果对接的不及时 或者不精准 当然就容易失稳 是不是 所以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公益要求高 讲白了就是节点部位 要求对接精准 如果对接不及时 不精准的话 容易错位容易失稳 就这个意思 这样两类内支撑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理解是容易理解 我是要求大家要掌握 要记住 可后你要按照我讲的这个思路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好好的记一记 默写默写 写完以后 再对照书本 把它补权改正 把它彻底的记住 掌握住 要说能生巧 好 那么两类支撑体系 它的支撑结构选行 应符合的原则 这是一个选择考点 简单读一遍就行 说内支撑结构啊 要受力明确 连接可靠 施工方面 并且呢 以采用对称平衡性 整体性强的结构形式 三 要与主体地下结构的结构形式 施工顺序相协调 便于主体结构的施工 四 要利于机梗土方开挖和运输 五 有时还要考虑利用内支撑结构 作为一个施工平台 那么大家想象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讲啊 外部的水阻测压力 是压在维护结构上面 利用维护结构 传递给这个维灵 再由维灵传递给支撑 所以就要求啊 这个维灵与维护结构之间 要紧密接触 不得留有缝隙 那万一你看 万一像这样留有缝隙了 怎么办 万一有缝隙的话 周围的水阻测压力 已加在维护结构上面 维护结构想传击给维灵 结果有空隙传击不了啊 那维护结构不就被挤压变形了吗 周围的土体就容易变形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 当维护结构与维灵之间 有空隙的话 如有阶析 要用强度不低于C30的 细时红灵土 把这个空隙给它添重密实 这个材料要记准 维灵与维护结构之间的空隙 用不低于C30的细时红灵土 把这个空隙给它添重密实 以保证硬力传递的连续性 好 往后 编坡放坡要求 大家看啊 像这样的叫不分级放坡 这坑直接开挖到底 是不是啊 像这样的叫分级放坡 分级放坡很明显 这里留有分级过渡平台 那么分级放坡 要控制分级坡高和坡度 设置分级过渡平台 就中间这个分级过渡平台 当我们分级放坡的时候 下级坡度 要缓于上级坡度 那肯定是这样嘛 机坑挖的越深 下面的是不是越容易坍塌呀 所以下面的坡度越要放缓嘛 那肯定是下级坡度已缓于上级坡度了 好 这条划出来重要 划出来重要啊 极坑边坡稳定的控制措施 就是指啊 这种土质的边坡 土坡子 你如何保证它稳定 不坍塌呢 你看总共六条措施 这可不是死基因被的 大家要场景模拟 你想象一下 你再挖这个极坑 你挖这个土坑 极坑 你怎么能保证开挖的时候 这个极坑很稳定 不坍塌呢 哦 首先 你要确定好坡度 那很显然 你如果说坡度太抖的话 当然容易坍塌嘛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个就是根据土的物理理学性质 确定极坑的坡度啊 第二个是不得法反坡 就是说你开挖呢 它一定是从上往下分层开挖 不能掏绝 你如果掏绝的话 上面土地不就垮塌 不就坍塌式闻嘛 三 保持基底和边坡的干燥 也就是说啊 边坡一旦受水浸泡土地湿化以后 极容易塌方破坏 四 沿津坡顶附近堆放贺载 和行驶较大的机械车辆 比如说你再往下挖坑 已经挖了二十米的深度了 结果旁边来了一辆拖拉机 哎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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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开着你 都感觉到有震动 你是不是心里面很慌啊 本来都已经挖了二十米的深度了 再来个拖拉机 这么一过来 一亚一震动 容易导致产生浮加贺载 产生扰动 容易坍塌嘛 是不是 所以当然 坡顶附近不能推放贺载 不能行驶汲取车辆了 五 对于土质边坡和易于转化的延制边坡 本身这个土质就比较差 就容易坍塌 这个时候就更要做好防排水和坡脚破面的防护措施了 不但要做好防排水 还要额外的做一些坡脚破面的防护措施 互坡措施 六 在整个机坑开挖和地下工程施工期间 严密监测坡顶位移 严密监测坡顶位移 当发现有失本迹象的时候 怎么办 当发现有失本迹象了 你看啊 坡顶叫泄鹤 坡顶泄鹤 坡面它叫削坡 坡脚它叫压在堆在 你看 讲得很清楚 它是坡顶 坡面 坡脚 三位一体的採取措施 监测过程中 发现边坡有失本迹象了 坡顶它叫卸鹤 坡面它叫削坡 坡脚它叫压在 是不是 它不是从坡顶 坡面 坡脚 三位一体的採取措施吗 那这样的话 我们极根边坡稳定的控制措施 这六条 应该是很容易掌握的 场景模拟 自己在拔坑 你怎么样保证极根的安全稳妥 想出来几条 写几条 默写完以后 对照树本 补充完善 然后改正 这样的一句龙记得住 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研究一下 说这个软土 编坡的话 我们说采取坡脚坡面的防护措施 那具体应当采取哪些互坡措施呢 或者坡面防护措施呢 后面再给你列举 说常见的互坡措施 你看看啊 包括沿着坡面 叠方沙包袋或者土袋 包括细时混凝图抹面 但你注意了 这个抹面 它也得要分段留这个卸水孔 而且双下卸水孔 一般都是脱开布置的 卸水孔的间距不大于三到四米 还可以在坡面上挂网喷坡淀土 你看这里挂干净网喷坡淀土了 还有打锚干喷坡淀土后面 还有塑料膜或者土工之物覆盖坡面 你看这边 它简单地覆盖了塑料膜 就起到一个坡面防护 防御血充刷的作用 是不是 那么这些常见的互坡措施 大家呢 也要会列举 都比较简单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子墓 基草土方开挖及基根的变形控制 前面一段文字都是废话 一眼读一遍就可以 首先 我们讲基根的开挖之户降水 要编 开挖方案 实际上我们讲超过三米深的基根 它的开挖之户降水 要分别编专项方案的 是不是 那么基根周围设排水沟 汗水地层是先降水后开挖 那你降水就要编降水方案嘛 基根开挖 要三层分块对称均衡的开挖 开挖过程中 要防止机械碰撞支户结构 防止碰撞构筑 景点 防止扰动基底原装土 那接下来数量有个原则 这个原则呢 后半句叫先撑后挖 就是把上一层支撑好了 才能开挖下一层 把上一层支撑好了 才能开挖下一层 分段分层 由上而下分层开挖 先支撑后开挖 上层支撑好了 才能开挖下一层 好 基根的变形控制 基根周围地层 为什么会移动呢 周围的图体 为什么会移动啊 周围地层移动 主要是由于 维护结构的水平位移 你看维护结构都发生位移了 那周围的图体 它不就容易往这边垮塌位移吗 还有可能是坑底隆起造成的 坑底的图体往上隆起了 也造成周围的图体会移动 那为什么坑底的图体会隆起呢 比如我们画个基根的断面图 你看这是一个基根的维护结构 基根的维护结构 这是基根底部的图体 为什么基根底部的图体 会向上隆起呢 两个原因 一 是图体自重 承受不了下面的沉压水水度压力 就是说坑底下面有沉压水 这个沉压水像喷泉一样 向上有个顶密 当坑底图体的自重 承受不了沉压水的水度压力了 那不就被顶隆起了吗 二 维护结构插入坑底图体的深度不足 你看这个维护结构啊 插入坑底图体的模糊深度不足 也容易导致坑底图体 隆起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如果直接想用肉眼观察坑底有无隆起的话 这是不精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坑底是一个动态的开挖过程 它不断的往下开挖 不断的往下开挖 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挖面 所以说要想判断坑底隆起的话 我们一般是通过监测立柱的变形 来反映坑底图体的隆起情况 这个你要知道啊 就是观测这个立柱 比如说我们测它固定点的这个高层 看看它有没有向上浮动或者向下沉降 就知道坑底图体的隆起情况 是不是 哎 你要知道 我们是通过监测立柱变形 来反映坑底图体隆起情况的 好 往后 这一条画出来重要 击坑变形的控制方法 这个击坑变形的控制方法 就是如何防止击坑变形 它一般是指的这种在知乎结构的击坑 如何防止知乎结构变形 你如果知乎结构不变形 那击坑不就不会变形了吗 而前面的击坑编坡稳定的措施 它主要讲的是这种土坑子不带知乎结构的 如何防止这个土坑子编坡失稳坍塌是不是 要区分开啊 有些同学学到最后就学混淆了 这个不行 要区分开 击坑的编坡稳定的措施 主要指的是这种土坑子 如何防止它坍塌失稳 这边这个击坑变形的控制方法 主要指的是这种在知乎结构的极坑 如何防止知乎结构变形 那如何防止知乎结构变形啊 一增加知乎结构的刚度嘛 本身刚度就是指的抗变形能力 是不是啊 所以增加知乎结构的刚度 二增加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把维护结构往坑底土体里面差深一点 增加模糊深度 那维护结构不就稳定了吗 不容易变形 不容易位移了吗 是不是啊 三加固极坑内被动去土体 咱们把极坑内被动去土体加固 使它形成足够的强度 以增大对维护结构的横向抗力 这样维护结构向往坑内位移 被土体给顶住了 位移不了 那极坑不就不会变形了吗 四 减小每次开挖维护结构处 土体的尺寸和开挖支撑的时间 啥意思啊 讲的直白一点 就是支撑要施做的很及时 往下刚开挖一点点 马上是支撑顶住维护结构 往下开挖一点点 马上是支撑顶住维护结构 你的支撑是做的很及时 及时的把维护结构给它顶住 支撑住 那这样维护结构就不容易变形啊 五 通过调整维护结构深度和降水井布置 控制降水对环境避免的影响 就是说降水啊 尽量啊 是把基坑内的水位降到基底下0.5米 而减少基坑外的地下水位的影响 以防止基坑外地下水位下降太多的话 会导致后续的地层会固结成降嘛 是不是啊 这五条 基坑变形的控制方法 也得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加强记忆 包括下面坑底稳定的措施 如何防止坑底隆起啊 我们去年的二件事正案例题就考的这个玩意儿 请你解释坑底稳定的控制措施 你前面学习了坑底隆起的原因啊 包括沉压水水头牙尼巴的顶隆起的 包括啊 维护结构插入坑底突体的深度不足 这都是坑底突体隆起的原因嘛 你知道原因了 然后具体让你列举 怎么样保证坑底稳定不隆起呢 那么坑底稳定的 坑底稳定的控制措施就容易推倒出来了嘛 那首先我们就要加深维护结构的入土深度 把维护结构插入坑底插深一点 增加它的毛固深度 增加植乎结构的稳定性 第二个坑底突体加固 我把坑底突体加固稳定了 这样你的沉压水头想顶 你也顶不动啊 是不是 三坑内景点降水 咱们景点降水 把水头压力给它卸出来 这样坑底突体就不会被顶隆起了嘛 四湿石的湿座底板 你看坑底用钢筋和泥土浇筑起来 一旦把这个坑底用钢筋和泥土浇筑起来稳定了 那沉压水头再顶也顶不动了嘛 是不是 这都是坑底稳定的控制措施 搞清楚啊 大家看好了 坑底稳定的措施 1234 总共有四条措施 极坑变形的控制方法 你看12345 总共有五条措施 是不是 前面 我们的边坑稳定的控制措施 123456 总共有六条措施 这456 这三个措施 要记准 在你解的基础之上 要记准 这些都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常规的安提考点 那么很多同学经常会这样抱怨 说老师啊 这个安提提 往往我看到题目的时候 这个题目感觉自己会做 但是一写就写不出来东西 不会写 你怎么不会写啊 你肚里没有货 你当然不会写了 小学的时候 老师让我们写作文 刚开始是写200字的作文 我们抓头脑塞 哎呀 绞尽脑汁 然后呢 记流水账 终于凑够200字了 感觉好难哦 最后慢慢的让我们写400字作文 写600字作文 写1000字作文 哎呀 越写字数越多 你越不会写 怎么办 都你没有货呀 写不出来呀 就凑流水账也凑不够600个字啊 凑不够1000个字啊 怎么办 这个时候老师是不是会让你们平时要多背课文 背作文啊 哎 你把一些优美的散文 作文 多背几篇 都你有货了 以后写东西的时候 有东西可写嘛 自然就能够妙闭神花 是不是啊 而我让你们背这些基础知识点 考试是经常会用到 这些常规的基础案例考点 多背一些 多增加了一些基础知识的这种 积累 以后哪怕你按理题 实在写不出来 不会写 你想揍 都你也有货 可以揍 就这个意思啊 他们是高薪加逼的 好 接下来地基加固处理方法 我们前面讲对于一个软土地区 比如说这个整个地层都是软土 都是淤泥之土 那你 整个地层都是淤泥之土的话 你把这一块的淤泥挖走以后 旁边的淤泥就会回流吗 甚至基坑外的距离会绕过 违复结构的底端 往基坑内回流 也就是说 随着你往外面开挖泄荷 周围的土体就会流动 就会位移变形 整个地层都在位移流动变形 那你违复结构的位置就稳定不了 就容易跟着一起随大流 容易变形 甚至失稳轻覆 怎么办啊 这样的软土地区 当然是要先把地基加固 先把地基加固稳定了 再往下开挖嘛 你看啊 现在我们往下开挖基坑 是把地下的这个土体加固稳定了 再开挖 如果变成了横向的往前开挖隧道 那可不就是潜埋暗挖法的十八字方针吗 欲直呼欲加固嘛 管超前沿着浆是不是 就是把前方的土体先加固稳定了 然后才能往前面开挖隧道 一个道理嘛 都是把带开挖前方的土体 先加固稳定了 才能往前面开挖 才能往前面开挖 就这个意思 那么地基加固的话 根据加固部位的不同 分为基坑外加固和基坑内加固 基坑外加固 就是把基坑外的土体加固稳定嘛 那么把基坑外土体加固稳定的目的 或者作用是什么呢 依止水 你想啊 我们通常珠浆加固嘛 在基坑外 比如说珠水泥浆加固 你珠的水泥浆 一方面能固解土层 再一个方面 水泥浆会填充土体坑里的空隙 这样自然就能够起到一个止水的作用啊 我们很多现实生活中 投入运行使用的隧道 经常在使用过程中 还发现有隧道渗水的情况 怎么办啊 后期在运营维护的时候 只要发现隧道渗水 都会在周围 往外面 珠浆加固 一边珠浆加固 一边就能够堵水防渗啊 就这个意思 好 所以说基坑外加固的第一个作用 就是止水 第二个作用 能够减少维护结构成水的主动涂压力 什么叫主动涂压力啊 我们前面在学习挡土墙的时候 静止涂压力 主动涂压力 被动涂压力 这个定性大家还能记得吗 静止涂压力就是挡土墙 静止不动 没有发生危机 主动涂压力 就是图主动压墙 把墙给压跑了 你看图主动压 维护结构 把维护结构压跑了 就叫主动涂压力 但现在 我把你坑外图体加固稳定了 使它有自稳能力了 当然它就减少了 对维护结构的测压压力嘛 是不是啊 所以说 它就要减少维护结构成水的 主动涂压力了嘛 因为外面的图体 它加固稳定了 有自稳能力了 自然就减少了 对维护结构的 这种主动的压力 测压力 是不是啊 好 维护外图体加固的目的 就两个 一止水 二 减少维护结构成色的 主动去压力 维护内图体加固 维护内图体 也是先加固稳定的 在开挖 那么维护内图体加固的 作用或者目的有什么呢 多了 一 通过把坑内图体加固 就提高坑内图体的强度 和图体的测压抗力 坑里面这个图体加固 形成强度了嘛 它就增大了 对维护结构的测压抗力 就能够有效的 防止维护结构 位移 是不是啊 减少维护结构位移 那你维护结构不位移了 周围的图体就稳定嘛 就能够保护 基坑周边的 建筑物体底下管线 还能够防止 坑底图体的隆起破坏 防止坑底图体 伸流破坏 弥补了维护墙体 插入深度不足的缺陷 这是我们 坑内地基加固的目的 仔细体会一下 每一句话 你都能想明白 是什么意思 你要好好体会一下 要好好消化一下 过去这里面 都考不过选择题 考的也很直白 你看比如说 我们20年的 二键时针 考了一道多选 多选问的就是你 基坑内地基加固 主要起什么作用 问的是你 坑内地基加固的目的 或者作用有哪些 大家告诉我 这题选什么 你看 这是基坑的断面图 这是维护结构 这是坑底的图体 这是坑底的图体 现在问的是你 基坑内部 基坑里面 这个图体加固 问题作用是什么 A 止水 肯定不能选 为什么不能选 止水是指坑外 图体加固 把坑外图体加固了 珠浆了 珠水泥浆了 加固了 能够固结土层 填充土体 肯定的空隙 起到止水的作用 是不是 包括这个 C 减少维护结构的 成熟 主动图压力 也是不能选 的 因为C形象 也是坑外图体 加固的作用 你看看 我们通过把坑外图体 加固稳定了 使它有自稳能力了 它就能够减少 对维护结构的 侧向压力 减少对维护结构的 图压力 是不是 所以它要减少 维护结构 成熟的主动图压力 所以AC都是 基坑外图体 加固的作用 那么其他的 什么提高图体的强度 你把坑内图体 加固了 提高图体的强度 这样就能够增大 对维护结构的 侧向抗力 是不是 减少维护结构 位移 还能够防止坑内图体 隆起 这都是对的 BDE 所以说 你光是看 我们书本上 这些文字描述的时候 每一句话 都觉得简单 都能看得懂 但是 你是否能从原理上 把它吃透 把它理解 考试的时候 就直接会影响你 做题目的正确率了 像这种题目 你看每一个选项 如果你基础不扎实的话 每一个选项 都觉得很熟悉 但是你要把它 精准的分辨出来 到底哪些属于基根内 哪些属于基根外的加固 这个时候 你得真的把书本 这些相关内容的描述 要吃透 要理解是什么意思 才行的 真的要懂它的原理才行的 那不能只昏个眼熟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低级加固的形式 我们看 有时候偶尔出个选择期 比如指出 下的来幅图属于 格扇加固 那你一看 这个平面图非常形象 你看 这样纵横交错的 这个阴影不封 是加固的不封满 纵横交错的 叫格扇式加固 整个基根里面都有加固 叫满堂加固 这样抽条的 一条一条的 叫抽条加固 沿着基根四周围 四周边的这种 像裙子一样 叫裙边加固 你看这个基根周围 一顿一顿的叫什么 叫吨式加固 很形象 那么对于浅基根而言 我们可以直接换天材料来加固 这种换天材料 就是把软肉土层换成好的土层 以提高基级承载力为主 把不好的土换掉 换成强度承载力好的土 而对于生质根而言 常采用的加固方法 包括水泥土搅拌法 高压喷着筑浆法 筑浆法等 这些用于生质根的加固方法 通过往图体里面筑水泥浆 以提高图体的强度 和图体的测向抗力为主 那么常见的这些生质根加固方法 马上大家学习的时候 都要知道它各自是怎么回事 什么原理知道就行了 比如说 我们先看筑浆法 什么叫筑浆法 你一眼一看 知道是怎么回事 它是往地层里面 注入水泥浆 你用水泥浆 来填充土体坑里的空隙 起到一个固结土层 形成一个结实体 加固体这样一个作用 那以后大家凡是看到筑浆两个字了 但凡你看到筑浆两个字 都得要同时控制筑浆量和筑浆压力 这两个参数 其他你记不住 我不管理 但是以后 但凡你看到筑浆两个字 你必须要知道 它都得要同时控制筑浆量和筑浆压力 这两个参数 其他什么筑浆流量 筑浆范围 你记不清止 我也不关你了 但最基本的 你把这两个参数要记住 只要点到筑浆了 你都得要同时控制筑浆量和筑浆压力 这两个参数 这些参数当然都是通过什么 试验确定的了 所有的参数都是通过试验确定的 那么接下来 筑浆有个表 这个浆液是如何筑到土生中去的呢 它有渗透筑浆法 匹列筑 压密筑浆 电动化学筑浆 我只需要你把渗透筑浆 给它明显的区分出来就可以了 字面一声地解 说这是地面 我们比如在地面上倒一杯水 如何让这个水能够渗透到地层里面去呢 那一定是要求 原先地层必须要有什么 有裂隙 你只有是有裂隙的地层 这个浆液或者水 才能渗透下去吗 所以书上后面 被诸讲得很清楚了 渗透筑浆 实用于碎石土 沙卵土 夯舔料的陆基 陆基里面有这种大的石头块 卵石块 这时候就容易有裂隙嘛 有裂隙了 才能渗透下去 是不是 所以说只要讲到渗透筑浆 一定要强调 有裂隙的底层 才适用于渗透筑浆 要不然渗透不下去 好 接下来第二种升级坑的加固方法 第二种升级坑的加固方法 那么大家来看啊 说啊 说我们的水泥土搅拌法 这个水泥土搅拌法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讲白了 就是利用水泥和土 用这个搅拌机把它混合搅拌均匀 形成水泥和土的混合夹固体 或者固结体 它有湿法和干法两种 湿法就是直接用湿的水泥浆 跟土体混合搅拌均匀 形成水泥和土的混合搅拌体 加固体 干法 它是用干的水泥粉 跟土体混合搅拌 形成加固体 所以 如果你用干法搅拌的话 必须要求原地层是含水地层 你想想 只有汗水地层 干的水泥粉才能够凝固啊 是不是 而且干法搅拌的话 我们国内只有单轴搅拌机 一种设备 干法搅拌 直接用干的水泥粉 跟土体混合搅拌 国内只有单轴搅拌机 一种 湿法搅拌 又叫喷浆型的搅拌机 用湿的水泥浆 跟土体搅拌嘛 它搅拌机有单轴 双轴 三轴和多轴搅拌机 所以说 在去年的二件事证 考了一道非常诡异的案例题 是这么描述的 说啊 我们进行道路施工 结果道路呢 它的路基要经过一段 暗塘地区 那比如一个干河的池塘 一个暗塘地区 你如果在这个 暗塘地区 往上面直接铺路的话 以后这里就会发生 容易发生沉降 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低机处理嘛 要低机加固啊 所以说 当时背景描述说 这里用的是水泥涂搅拌 瓦金银滴机加固 用的是水泥涂搅拌 瓦金银滴机加固 告诉你 用的是双轴搅拌机 进行水泥涂搅拌 后面安利提来了 他问你 请问 暗塘地区的水泥涂搅拌 加固 是施法 还是干法搅拌呢 听明白没有 背景描述说 道路施工 要经过一段暗塘地区 咱们对暗塘地区呢 进行水泥涂搅拌 低机加固 用的是双轴搅拌机 进行水泥涂搅拌 加固 那后面就请问你了 请你指出 暗塘地区的水泥涂搅拌 加固的方法 属于施法搅拌 和干法搅拌 属于施法搅拌 还是干法搅拌 肯定是施法 为什么 因为背景描述的是 用的是双轴搅拌机 进行水泥涂搅拌 加固 干法的话 国内只有单轴搅拌机 一种都没有双轴的 只有施法 才有单轴 双轴 三轴 或者多种搅拌机 所以说这个题目 考的是比较细致的 比较细致的 那么水泥涂搅拌 具体是如何施工的 它的工艺步骤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水泥和 就是利用水泥把 就是利用搅拌机 把水泥和涂 给它混合搅拌机 首先搅拌机要久违调品 用的机设备是搅拌机 搅拌机 就为调品以后 要预角下沉 之设计深度 就是先把这个图体 给它切削破碎 叫预角下沉 然后 施法就是 边喷浆 边提升搅拌 干法就是 边喷水泥粉 边提升搅拌 你看 边喷浆 边提升搅拌 然后第四第五步 我们称之为 二回的过程 再重复的 下沉搅拌 再重复的 提升搅拌 第二个来回了 称之为二回的过程 通过这么第二个来回的这种搅拌的话 就使得我们水泥和土体混合搅拌的更加均匀 就是加固效果更好 最后搅拌完成了 把水泥和土混合均匀了 关闭搅拌机 形成成这么一个夹固体 那就是水泥土搅拌法 自明一层地界 就是把水泥和土 给它混合 搅拌均匀 形成一个混合的夹固体 好 再看高压喷射筑浆法 第三种升级跟夹固方法 高压喷射筑浆 那么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你看 首先攥机就位 这个攥机就位以后 要攥进到射击高层 攥空到射击高层 攥空以后 往空里面置入竹浆管 置入竹浆管 开始高压喷射竹浆 高压哪里来的呀 注意 高压是由这个空压机提供的 这个空压机 全称叫空起压缩机 空起压缩机 大家看过没有啊 很多同学说没看过 没看过 那那基本上是缺乏 缺乏 这个这个 缺乏仔细的 品味生活的这种眼光 怎么可能没看过呢 你家里面搞装修的话 你打了个家具 或者说钉钉子 打射钉那个枪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有空压机啊 那个射钉是怎么射出来的 强大的气压 给它硬挤出来的 是不是啊 那么 它就属于小型的空压机吗 空起压缩机 它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 噪声很大 是不是啊 噪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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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很大 所以说你要知道 这个空压机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打装的装机 它都属于是强造成设备 这个你要知道的啊 它都是强造成设备 所以说施工中要采取降造措施 尽量布置在远离居民区的一侧 好 高压喷射出浆 利用高压把旋律浆和土体给的高压硬冲搅到一起 形成夹固体 最后拔出浆浆管 形成夹固体 这是高压喷射出浆的这五大工序 你要掌握住啊 注意我们前面的珠浆法 包括水利涂搅拌法 包括这里的高压喷射出浆法 它各自是什么工艺 是什么意思 要能搞明白他们的工艺原理 最起码用的这些设备 你要知道应该水利涂搅拌法 用的是搅拌机 是不是啊 高压喷射出浆 一用钻机 二要用什么 空压机 这些基本的设备 那么高压喷射出浆 如果旋喷的话 一边旋转一边喷 那喷出来的这种夹固体是圆柱状 就像状一样嘛 是不是啊 圆柱状的 那么定喷 定着不动喷的 加固出来的是墙壁状 壁状的 摆喷 像这样摆动着喷的 那最后加固出来的形状 当然是扇形的嘛 是不是啊 扇状的 高压喷射出浆 又分为了单管法 双管法 三管法 你看这种叫单管法 它只通了一个管子 如果问你单管法 通的是什么介质啊 里面通的是高压水泥浆液 一种介质 双管法 你看这幅图 一个管子通的是高压水泥浆 通的是高压泥浆泵嘛 另一个管子通的是压缩空气 通的是空压机嘛 是不是啊 压缩空气 如果考试的时候 告诉你是三管法 进行了高压喷射出浆 然后告诉你 一个管子通的是空压机 一个管子通的是泥浆泵 问你剩下一个管子通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知道 剩下一个管子通的是高压清水泵 我的意思是 你要把单管法 双管法 三管法 每个管子各自通的什么介质 你要会区分 防止冷不丁的考试出这样的提醒 是不是啊 我们这样强调一下 你知道O型你有准备了 可以这么考 万一没强调的话 考试万一出到这种题目了 你心里没愣 哎呦 还能这样考完 措手不及 是不是啊 好 那么 有效处理强度是不同的 三管法处理强度是最长的 单管法的处理强度是最短的 好 我们把整个冥完极坑施工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